您有没有吃过用稻草烧烤的生鱼片呢 这种源自于日本四国地区的料理方式 利用这个稻草来熏烤 让生鱼片多了本身的油脂香气 还增添了稻草的熏香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的特别 而老板就是日本人 他跟花莲阿美族的太太结婚之后 就在花莲定居 并且卖起日本料理 但是创业初期并不顺利 后来靠着夫妻同心 而且坚持不放弃 终于创造出了超高的人气 花莲博爱街不起眼的日本料理店 外观看起来很一般 台湾一千零个故事 拍摄前的电话约房里 老板娘秀蒋也一再谦虚地说 我们卖的东西很一般 你确定要拍吗 你真的觉得人家很一般啊 对 这是超一般的 到哪里都看得到的东西 只是说比人家好吃一点点啊 有用一点点的心 日本料理店一般的招牌就是生鱼片 这盘坚鱼生鱼片用看的就知道新鲜肥美 是日本料理店该有的一般水准之上 很软嫩 然后就里面是生鱼啊 对啊 就觉得说 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啊 好吃的生鱼片其实不止一般 老板娘说的用一点点的心 就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这只鲸鱼好肥哦 这个是早上商量漂亮的 带着浓厚的日本腔调 老板Mizobushi 高渊刚 购赏正要分解的是 刚刚从七星潭送过来 秋天进入盛产期的鲸鱼 比日本的话就很便宜了 包里跟日本比起来很便宜 对 刀法利落每两三下 鲸鱼骨肉分离皮开肉绽 变成了深红色的鱼肉条四大块 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切片 大块朵鱼 但还没完 这个 酒 购赏先在鱼肉条上 撒上清酒和盐巴 让鱼肉表层稍微脱水 脱掉海水和些许的鱼腥味 点燃稻草取代喷枪 让熊熊大火逼出鱼肉油脂 增加香气 鲸鱼在红色火焰下 冒出微熏白烟 香气跟着弥漫在整个厨房 刺激口水急速分泌 购赏眼明手快 火候拿捏要恰到好处 少一秒不够胃 多一秒又太焦 这是累积了十年达人技术 有时候是掉下去 对 有没有太焦 对 有时候是已经过多了 有时候是还不够 所以最难是鲨鱼的部分 台湾少见的稻烧生鱼片 其实是Mizobuchi 故乡高知县的传统料理 四国沿海因为黑潮经过 每到秋天开始 肥美的鲸鱼 是老天赐予的海滋味 江湖时代开始 就是送给千里之外 住在东京的大将军 最佳贡品 高知县的鲸鱼是 很新鲜 还有很好吃 然后送给鲸鱼的时候是因为那是 路太远 对 路太远 而且没有冰怪 对 做换鱼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有换鱼先外面烤过的 客难的保存方式意外造就了独特的吃法 鲜甜海味多了焦香和稻草香 在日本飘出四国相传全国 十多年前购赏和太太从日本搬到花莲 一样有黑潮带来的鲸鱼和遍地稻草 让它想起了家乡味 打鱼 为什么叫打鱼呢 打鱼的字母是打的意思 打 那怎么打呢 这样打 这样打一打 给它入味 入味打 所以叫打鱼 不到两分钟 表皮熏成黑金色泽的鲸鱼熏烤完成 柚子酱拍打增添清爽味 切开剖面白色油脂围成一圈肥美 内层的森红色仍然保持生猛弹性 外焦内嫩或者稻香在鲍客嘴里美味 这一口就是非常满足 这是因为它抱住然后一个放进去 非常满足 当然不会这样就等下去了 还会慢慢 就是因为它里面很 它的油 鱼油都出来 然后哇 那个很软的感觉 就是很满足 这是什么 就是吃了很幸福 就是这种幸福了 老板娘秀讲在吧台厨房里也没闲着 新鲜虾子沾着低筋面粉和蛋黄 或成的面糊 忙着做客人点得很一般的日本味 天妇罗 而她的这一道一般 也有她说的用一点点的心在其中 淀料下油锅炸得滋滋作响 油温必须到180度 口感才会酥脆又不吸油 如果这边您还没看仔细 把画面变成慢动作 天哪下锅油炸的除了炸物 还有秀讲的手指 为了漂亮的面衣 手指在油锅里搅动 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因为阿姨是有练过的 当初跟一位旅居台湾的日本师傅 学艺时秀讲也挣扎了很久 我也有问一定要这样吗 她说这样才会那个花才会漂亮 其实她自己也是她自己的那个 那你这样已经 你这样就变成铁沙掌了耶 好像喔 对不对 还好啦 都还好啦 你呢 你都是哪一只手下去的 右手啊 右手 一般都是右手 你给镜头看一下右手 右手变成什么样子了 没有啊 还好吧 不用啊 油就是保养啊 我的天啊 秀讲的天妇罗炸得外酥内嫩 面衣像珊瑚一样玲珑有致 好看更好吃 很脆很好吃 对 很酥 就是酥脆入口计划 虽然虾子都被抢掉了 虾子都被抢掉了 虾子都被抢掉了 对啊 对 还蛮饱的 还好因为我也有吃他们的 还好因为我也有吃他们的 你敢下去吗 你自己手敢下去吗 不敢 他敢的话就叫他做了 他不敢下去 然后叫你下去 对 因为我是老板 你自己手不敢下去 叫老婆下去 对 王毅我有受伤怎么办呢 你看 这么好看怎么办 太离谱了 你要注意你现在 你现在代表日本男人的形象 对啊 夫妻俩打情骂俏 看得出来感情不止一般 将近20年前 阿美族小姑娘秀奖 在日本陷后了在自家夜店工作的 幽默淘汰郎 一国恋曲 普成结婚进行曲 小夫妻成家后不靠爸靠妈 要靠自己立业 现在日本开了台湾料理店 不过不太成功 于是回到花莲故乡 要靠着婆婆传授的传统日本家常菜 在台湾闯出一片天 不过十多年前 花莲对于异国食物的接受度不高 光是一道一般不过的生菜配猪排 就让秀奖很挫折 被人说 你把我拿去炒一下 拿去炒 我怎么可以热的饭配这个冷的高丽菜呢 他是这样讲 那时生意惨淡到付不出店租 甚至被断水断电 一度萌生放弃的念头 不过为了六个孩子 他们咬牙硬撑 跟亲朋好友球员 也有贪心 但是我是 我的个性是这样的 不要一直贪心 就记就记 那边有什么东西 就开始做 成了几年 终于靠着比一般多一点用心的料理 在网路上走红 成了花莲的特色美食 像是这道炸猪排盛代 酥脆炸猪排 加上爽口水果和冰淇淋 就是Mizobuchi和秀奖 在四国爱园县发现的日本创意美食 自摆跟冰淇淋 我还没有吃到一锅的时候 就有点怪怪 结果知道煮一锅下去 就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蛮搭配的 他们特地引进花莲 在一般的炸猪排 增加不一般的元素 要在竞争激烈的日本料理店中 用特色杀出重围 郭渊柔 等一下郭渊柔 有 每到夜幕低垂 孩子下课后 店里除了满满人气 还有幸福元气 两个大儿子洗碗 女儿前厂帮忙 两个小儿子同言同语 店里充满家的感觉 删用本身的条件寻找机会 日本卖台菜 台湾开日本料理 同众求意 替一般般增加不寻常 夫妻娘苦尽甘来 并不侥幸 秀奖特别要以自身的经验 鼓励年轻人勇于面对挫折 做一件事情不要马上就放弃 就一直研究它 一直研究它 研究它 可能那个东西 就是你成功的那一条路 秀奖和米粥不取的用心 让他们口中的一般料理和人生 很不一般